我有一段时间到一个道场去上课 也是上下午的 中午吃饱饭休息一下 但是它那个地方经常有很多噪音 非常吵 但是我必须休息 因为我下午要上课 要有精神 但是外境不是我可以决定的 所以我刚开始我的心在接触噪音的时候 我感受非常不好 当然也打了很多不好的妄想 但是我想 我就愣惊想说 其实我们这个明了的心 跟外境没有真正的和合 如果说音声 它是真实的跟我的心性和合 那我就别无选择了 那我肯定要受到干扰 问题是我们一念心性 其实跟声音是没有真正的和合 那没有真正的和合 那它为什么干扰我们呢 因为你有所住 所以它对你产生干扰 为什么阿罗汉在这个地方 音声对它不能产生干扰 因为它无助 它选择无助 灰尘在那个地方 我们选择虚空 我们不一定要选择灰尘 灰尘要不要出现 我们没有决定权 但是我们选择安住在灰尘 安住在虚空 这一部分是我们做主的 试不释放阴身 这个我做不了 但我过去有这个业力 行业发现 我为什么会走到这个地方 我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刚好有工程在施工 那肯定是万般皆是业 半点不由人 我过去生有造成这个业力 我认命 但是我面对果报的时候 我可以选择不受 选择无助 这部分是我们可以选择犬 我们的生命 有些是你做得了主的 有些你真的做不了主的 你要把它气氛出来 所以我后来就慢慢 调整我的心态 我想说 我的心本来就没有 这个照应的身相撞 我不一定要随你而转 我很快就睡着了 真的 心态决定你的状态 真的是这样 一念心转 一念心转 整个生命的阴言都转 你命中的时候就是这样 你看一个人起颠倒的时候 梦里明明有六趣 醒过来的时候 醒后空空无大准 你往生净土 也就是一念的觉悟 一念的回光缓照归佛陀 显现其他世界 你一念的颠倒执着 那就出现了三界果报